难怪林朝英强的离谱 你看他是谁的女人 郭靖见了那人都要磕头 在《射雕英雄传》里 王重阳和林朝英都没有在书中正式登场 不过二人却屡屡被后背提及 尤其是林朝英 关于他的故事甚至可以延续到《神雕侠侣》 不过同样都是开山鼻祖的祖师 王重阳为何始终斗不过林朝英 林朝英为何强得如此离谱 王重阳当年参加了华山第一届比武大会 他凭借先天公和童子之身的加持 接连击败了黄耀师 乌杨峰 段志兴 洪七公 不仅成了当世江湖的天下第一 还带走了群雄梦寐以求的神功秘籍 九阴真经 王重阳明面上来看天下无敌 不过就连王重阳的弟子邱楚基 在提及林朝英的时候都如此说道 论道武功 此人只有在四大宗师之上 只因他是女流 素不在外抛头露面 是以外人知道的不多 名声也是默默无闻 邱楚基的这一句话显然偏向王重阳 只说林朝英的武功在四大宗师之上 语者认为输得多半是王重阳了 原来王重阳对林朝英忽冷忽热 林朝英一怒之下 在重阳宫旁的古墓里自成一脉 创建了神秘莫测的古墓派 林朝英成了开山鼻祖之后 只用了极短的时间 就破解了全真教的所有招式 王重阳后来看到古墓派的招式 惊得后背发凉 可明思苦想了多年 终究想不到对策 直到翻阅了皇常所著的九阴真经 王重阳这才恍然大悟 破了林朝英的古墓派武功 因此严格上来说 王重阳略训林朝英一筹 但凡林朝英多活几年参加华山论剑的话 这天下第一的位置必然落在林朝英的手上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王重阳苦练神功多年 对武学的理解领悟都到了神乎其神的境界 林朝英只是一介女流 她修炼武功的年术显然不如王重阳 可林朝英凭什么却能处处压制王重阳 语者认为林朝英是某位高手的女人 有趣的是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金庸就曾暗示林朝英所创的剑法并非百分百原创 书中是这么写的 郭湘不带无色 缓过气来 短剑青阳 飘身而尽 姿态飘飘若先 点风向无色的下盘 连点数点 却是从小龙女处学来的一招御女剑法 林波微步 那御女剑法乃当年女侠林朝英所创 不但剑招灵力 而且讲究风神脱绝 姿势贤雅 以郭湘这么一位美貌少女 史将出来 当真令人瞧得心旷神怡 众僧人从所未见 无步又惊又喜 你看林朝英所创的《御女剑法》 居然有一招换作《灵波微步》 而《灵波微步》又是逍遥派的招式 怎么会被林朝英加以改良 融合到《御女剑法》里 答案只有一个 林朝英和灵鹫宫的虚竹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好比当虚竹走上飘渺风的时候 众女就对虚竹与主人相称 文中是这么写的 于婆婆 石嫂 弗敏仪等都叫 主人不可冒险 一片呼叫声中 虚竹以身灵峡谷 她体内真气滚转 轻飘飘地向前飞行 于婆等又惊又佩 又是感激 其道 主人小心 也就是说 虚竹身为主人 灵鹫宫的那些婆婆 嫂嫂 妹子自然都成了虚竹的女人 而林朝英是九天九步 后来招纳的女弟子 自然也是虚竹的女人 林朝英年纪虽小 悟性却是极高 虚竹传了林朝英许多武功 而那门《灵波微步》 也是虚竹先从灵鹫宫的石窟里学来 然后再传给林朝英的 只可惜虚竹嫁鹤西去之后 灵鹫宫为了争夺公主之位 大打出手 再历经了多年的四分五裂 灵鹫宫就死一蹶不振 彻底退出了江湖这个大舞台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林朝英 为何能在武功修为上 处处胜过王重阳 只因林朝英 站在虚竹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 而且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虚竹也和郭靖渊源颇深 郭靖倘若遇见了虚竹 还要跪下来 恭恭敬敬地磕头 喊一声祖师 原来金庸在晚年 发行了新修版系列 在金庸巧妙的改动之下 新修版的天龙八部 竟能和射雕英雄传 遥相呼应 原著里是这么写的 过得多年 丐帮中出了一位少年英雄 为人稳重能干 人缘甚家 裙盖公义 推之为主 个人尊重萧峰原意 送此人去灵鹫宫 先由虚竹考核认可 再传他打狗棒法 及降龙十八掌 这少年帮主不负所托 学得神功 又将丐帮整顿得 蒸蒸日上 进耳中心 当年萧峰 为了化解辽宋两国的战士 死在了燕门关 临死之前 萧峰担心 丐帮绝学 跟着他一起灰飞烟灭 于是喊了虚竹过来 将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 一并传给了他 虚竹不负所托 在数年之后 又将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 传回了丐帮 这样一来 虚竹自然就成了 丐帮的祖师爷 郭靖见了虚竹这位前辈 当然要跪下磕头了